从常识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因为温科跟理科 理科他找工作的前景 毕竟然后呢 工资的程度毕竟是有差别的 那我自己是文科这边毕业的 我在人大得的学位是历史学的硕士 然后在北大拿的是法学的历史 我在人大拿的是历史学的学士 然后在北大拿的是这个法学的硕士 然后在波士顿拿的是哲学的博士 那哲学博士也是偏文科的博士 所以其实文科的博士 他是 他有这个 其实文科的博士并不比 理科的博士要容易拿 我们的这个文科的博士 一般都是平均是九年以上 才可以拿到 我花了十一年左右才拿到 所以这些 其实受训练的强度是一样的 因为他背后有哲学的理念 所有的博士其实都叫doctor philosophy 像林教授的网络安全 或者是计算机方面的博士 也是doctor philosophy 因为他背后要有这样一套的世界观 也这样一套的理念 一个方法论 所以文科跟理科的话 严格来说 在高精的这个地步 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突破这个方面 其实他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没有说孰高孰低 孰优孰劣 这个 那么如果仅仅从找工作的角度来看 那显然是理工科 比如说建筑学 药业的研发 这个 这个工程师这些 更加容易 用通俗的话 更加容易挣钱 尤其是在这种 内转的社会里面 往理工科方向去转 理工科的这种机会也比较多一点 那么理工科 他会满足其中一些的功能 是公司所需要的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那文科其实他有人文的关怀 全人的培养 尤其是 甚至是一个国家的这些的理念 他需要有工程师来治国 工程师来做具体的事情 但是文科的整个框架的设计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脑子不清楚 然后这些基本观念 含糊 这个理念 是比较成就落后的 那么这样的一群 这个很不幸 如果整个国家的设计 顶层的设计 落在这样一群人的手里的话 那可能就会限制 整个理工科的发展 我最近听到 大家可能 我刚才提到 这个黄仁勋 也就是杰森黄 这个Invidian的 这个创始人 他在谈到 整个他的人生 为什么会成功 那他当然是 用这个GPU Graphic Processing Unit GPU比CPU要更加进一步 他的这一种的研发过程 而且现在的需求 非常的强劲 那么他提到说 他之所以能够成功 他的家族 之所以能够成功 跟他所处的制度环境 是非常有关联的 所以呢 学文科的也不必要 特别的气馁 说自己是入错了行 没有这回事 这个社会需要文科的 这种顶层的设计 需要人文的关怀 需要作为全人的培养 当然文科也有 很多的这些的 工作的类别 其实我的小孩 在考SAT或者ACT之前 在高中的三年级 还是四年级的时候 他们都做过一个测试 就是自己的恩赐能力 然后跟未来从事的职业的 这个非常详尽的一个 详尽的一个测试 测试你到底是 应该做创新性的工作 技术性的工作 还是做一些守城性的工作 测试你是应该去金融圈 去打拼 还是在会计界 这种比较有成规的方面工作 还是做科研等等 所以各个人 我们说天生我才必有用 上帝造人 有各种不同的天然的恩赐 找到自己的恩赐 发挥自己的恩赐 社会需要你的恩赐 所以李白都相信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们相信 说上帝创造每一个人不同 不同整个社会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人 文科理科工科等等 多才多姿配合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匆忙的去转的话 可能是一个时间的 一时的这种焦虑所导致的 真正一个人应该做的是 对自己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估跟认知 对自我的认知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古希腊一直开始 古希腊一直说 哲学的最根本的任务是 know thyself know thyself 就是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的恩赐 认识你自己 应该里面最深的感动 呼召要做什么 然后持之以恒的去做 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 如果一个人多方的跳跃 三天两头换岗位 看到这个时髦就跳到这儿 看到那个时髦就跳到那儿 我想没有这种perseverance 这种持之以恒的持续的这种毅力 是很难成功的 即便是纯文科 比如说你是学艺术的 那一个艺术家要成功的话 像你看他们采访李安 这个台湾的这个导演 都可以看到 他有 人生有很多的起起伏伏 需要有人相信他 李安之所以能成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太太 真的相信他 他有这方面的恩赐 所以当他跑龙套的时候 当他事业不成功的时候 一直看好他 那么与他的太太看好他 同样或者更重要的是 他自己要有自己的信心 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 如果你连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召集的猴子一样 跳来跳去 没有定性 连中庸里面说 这个你要知止 然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有安 安后能够思考 思考然后才有所得 才会有突破 人要有定力 你要对自己有认知 智慧 但同时要有定力 不要随着风飘来飘去 一会儿是Bitcoin 一会儿是看哪一个专业热门 就跳来跳去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上就是 风往南瓜往北瓜 它就不同的风向 以前在21世纪初 那个时候有这个.com的泡沫 大家一窝蜂都去找计算 都去学计算机 结果培训了这个六个月 就可以上岗了 就可以实惠 可以占很多的钱 但是中间很多人 到这个.com的这个泡沫 破碎的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失业了 很多人一失业以后发现 猛然发现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 再要转业的话就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本心 要知道自己的恩赐 找到自己内心的热情 呼召所在 持之以恳不断地去做 用土话说 航航出状元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耐心 做得住冷板凳 就好像我们 我们中间 我认识很多的学者 那他要在一个领域 做出成就的话 写出有创新性的 这些观点的这些书 在领域里面 有一席之地的话 都是需要做冷板凳 冷静 甚至是痛苦的这种一个过程 所以我想是不是要转 这个是你对自己要评估 我觉得说你不要着急地转 要对自己有全方位的考量评估 然后对世界上的这个趋势 就业的趋势 你也不需要跟分 也需要有自己的定见 智慧 大看见 然后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你心底的护照 上帝造人 是每个人都有护照 你到底应该做什么 如果随大流的话 没有这种 海德格尔所说的这种 authenticity 就是人的这种原创性的 独一无二 你自己的东西 跟风的话 恐怕你活的不是一个 authentic的人生 就是一种segregation 就是别人替你活的人生 或者你替别人活的人生 用别人的理念 来装备自己的人生 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你可能没有真的活过 没有真的活过